最近蒜苔蘑菇这做法火了 出锅后开胃解馋又下饭 下面跟随视频一起看看吧 先把蒜苔切成小段 白玉菇切掉根部 锅中水开倒入蒜苔和白玉菇 食用油 食盐 断生后控水捞出 锅中油热把肉条炒香 炒至变色倒入葱花和小米椒 继续翻炒均匀 这道菜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香辣干锅调料 只要是炒菜都可以放它 每次一点点就行了 口味也是调好的 其他瓶瓶罐罐就不需要放了 炒出红油后倒入蒜苔白玉菇 开大火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最后装入盘中美味继承 麻辣咸香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